美國都在研究 為什麼 因為它是未來非常重要的科技的引領方向 它怎麼做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一般講 我們一般講人機介面 我們先不要講腦機介面 最原始的人機介面是什麼 滑鼠 你是不是用滑鼠去指揮電腦 那個滑鼠是不是interface 那個叫做人機介面 我們今天不要滑鼠了 我們可不可以用大腦去指揮電腦 我今天想說開機 那個電腦就開機 應念溝通 以前說外星人都應念溝通 沒錯 就是靠這個 沒錯 這叫做腦機介面 也就是說我們沒有一個固體的東西 的interface 我們直接用大腦去指揮任何一件事情 那甚至我跟你心電感應 就是說譬如我心裡想說 播新聞播20個小時喉嚨都不會受傷 大家用感應的 譬如說我現在看你一眼 我心裡在想說慶儀你今天很美 那你心中馬上echo到我這句話 你根本我沒有嘴巴沒有講 我感應到 我感應到 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兩個人腦袋 都有裝了這個晶片之後 我們就可以心電感應 那這個就是馬斯克現在在搞的東西 那這種BCI有兩種現在目前的主流 一個是侵入式 一個是非侵入式 那侵入式的就是把晶片植在腦裡面 植在腦骨上面 非侵入式的現在譬如說 Facebook去年花了10億美金併了一家公司 叫Control Labs 那個Control Lab的老闆也是一個 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天才 他就是用手環的方式 他是用手環去測量你的神經脈衝 然後他可以用這個手環測量你的神經脈衝 一樣達到我們剛剛講的這種相關的功能 那這一次馬斯克就把晶片植入了一隻小豬 他總共展示了三隻小豬 一隻小豬是沒有植晶片的 一隻小豬是植了晶片之後拿掉 另外一隻小豬是現在正在植晶片 然後他用這三隻小豬 再展示了他的這個機器跟那個晶片 因為他要把晶片裝進去 他有一個手術機器 然後他就很興奮的跟全世界講說 他的這家Neuralink 這家公司 這個小豬有什麼反應 他開記者會告訴大家 他成功了這個技術 他植入了這個小豬 那個小豬 他可以在晶片上面放電之後 經過無線的傳輸 進入到電腦裡面 他可以準確的預測到什麼 你知道嗎 準確預測到小豬 他的行進步伐 也就是說 這個腦機界面 他現在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我可以預測那個小豬 他到底怎麼會 他會怎麼走 他反而是電腦去預測豬的 豬怎麼指揮電腦 豬不是指揮電腦 豬的腦袋 因為裝了這個晶片之後 他發出了訊號給這個電腦 電腦就可以把他的步伐的圖形 繪製出來 好 他就很高興的宣布說 他這樣已經成功了 事實上 我跟各位講 腦波機就可以做到這個了 不需要晶片遲入 真正現在目前全世界大家都知道 BCI最困難就是神經的解碼跟編碼 也就是說我們真的要做到神經解碼跟編碼 我們才能做到所謂的記憶儲存 人類永生這件事情 所以說他當然是有突破 然後他準備把這件事情導入到醫療 就你剛剛講的什麼治療阿茲海默 失智這些事情 他準備往這個方向去走 好 事實上他的技術其實是已經有的技術 只是說他用直路式的方式 完成了這件事情 向全世界宣布 那因為他叫馬斯克 所以他開記者會大家都很瘋狂 我覺得他也是一個行銷炒股天才 對啦 所以說就是這樣一回事 好那你說這個事情會不會造成什麼 投資的風潮或是說未來的趨勢 我認為會 但基本上還是屬在一個所謂的 獨角獸阿或是新創事業的部分 OK好 薇楊你怎麼看 Tesla有沒有相關的 他這麼厲害有沒有相關台灣概念股 大家可以琢磨 其實Tesla的這種漲幅 真的你其實放在任何一個市場來說 真的都是要跪拜的 所以其實如果把它視為是本尊 那台灣的這些供應鏈的股票 只能叫做分身 說實在分身你要漲幅比這個本尊厲害 真的很難 但是呢 我們也是要努力的去想 整個投資的邏輯在哪裡 那這一張是關於整個 特斯拉台灣的戴琪的後面 一整串的供應鏈 那大家其實可以去了解一下 到底有哪些重要的產品是由台灣提供的 那為什麼台灣能夠吃下這麼多 特斯拉訂單 關鍵就在於其實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試過 去試乘一下特斯拉的這個電動車 那為什麼這麼受到歡迎呢 其實我做過一次印象很深刻 其實你觀看它的車的外型 說實在沒有特別帥 但是呢 如果是這個Model X那一款 當它車門一打開的時候 你看到的是大鵬展翅 就那種陰翼式的車門升上來的時候 你突然覺得好像來到一個千萬跑車的面前 那進去車裡面其實它是充滿了一種科技感的 那事實上呢 坐在車上面其實讓人家最想要去體驗 就是它那個所謂的自動駕駛 那現在其實自動駕駛又分成五個等級 最高等級來講的話呢 是完全的全自動 那目前地表上的汽車來講的話 應該就是特斯拉最接近那個等級 上了高速公路可以讓你呢 手放開眼睛閉起來 一路睡到天堂 不是不是 其實開玩笑開玩笑 所以其實我要講的就是說 特斯拉它能夠做到呢 就是把車子做成像是 裝上四個輪子的電腦 那台灣這邊你要怎麼選股 其實我覺得就是呢 大不如小 舊不如新 大股本的公司 當然比不上小股本公司 原本就打入供應鏈的公司 比不上新加入的 那我舉兩檔個股 讓大家去追蹤看一下 這一檔352同志 過去呢 這個也落難了一段時間 可是你看喔 今年它從大概三月份的股災的時候 第一點大概二十幾塊錢 漲到這一波來到113.5 這個漲幅大概有四五倍了 所以其實也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特斯拉概念股 因為它過去並不是特斯拉供應鏈 目前它的環景系統呢 打入到這個供貨給特斯拉 所以股價呢 開始反映這個新的轉介力道 另外呢我們看到5309系統電 那這個呢其實轉型切入到胎壓偵測器 同樣的在今年股災的時候 三月份它低點還不到十塊錢 這一波最高漲到四十幾塊錢 其實大概有三四倍的一個漲幅 那目前還是維持高姿態的整理 所以其實像這些都是屬於 比較新進的特斯拉股票 那包含像合幣續升之後 打入特斯拉的是451自身科 那這一檔呢 目前其實也是在相對比較高檔的一個位置 就是說它的姿態也是比較強 那3665茂連 其實最近仿然在買一路往上 這是舊的特斯拉股票 但是為什麼最近它蠻強 其實除了電動車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部分就是在於 它其實原本就是吃到筆電的商機 擴充基礎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它算是綜合不同的題材 那我覺得這幾檔個股來講的話呢 在整個技術面 存碼面跟現行上面 都相對呢 是比較偏向多方的格局 那其實如果沒辦法直接到美股去買 特斯拉的台股投資人 其實可以留意這幾檔個股 接下來有沒有逢低介入的機會 它還有一個這個低軌通訊衛星的計畫 對 那這個是相關的概念股 有機會爆發性成長嗎 對那其實這個慢慢也在台灣股市當中 形成一個新的產業鏈 那因為其實馬斯克在做的事情 往往都是牽動全世界 而且是影響到比較長遠的未來 那所謂的一個低軌衛星 因為今年呢 馬斯克另外一家公司 還沒有上市的叫Spec X 那預計要發1.2萬顆衛星到外太空 這個其實在5G時代是能夠去補強通訊的 那我們看到國內相關的產業鏈 這邊來講的話 包含像工准 森達科 台陽 企基 金寶 銅星電 台光電 華通 文貌 森茂 那我就不一一去講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說呢 這個3178的工准 昨天漲停板 今天還是強勢大漲 代表呢 這一股新的族群的力量呢 其實也慢慢在台股當中竄出頭 或者說呢像2312的金寶 其實最近呢 在底部也開始出現大量了 那這邊來說的話 或許有機會呢 展開落後補償的機會